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如何在不課金 即是不付錢的情況之下 可以在Candy Crush裡面這個遊戲順利過關 好 我都玩這個遊戲有一段時間 有一段日子了 最近我們發現有個小小的秘訣 可以幾容易過關 因為其實看回Candy Crush的發展 它現在越整越的關卡很難過的 特別這些Poro Crutter 好像做噩夢那樣的關卡 又或者很硬的等級 即是你沒有足夠的步數 即是步數是辦法過關的 唯一可以贏得多步數的機會 就是採取一些金磚 而可以免費贏了金磚的關鍵 就是在這個比賽裡面獲得第一名 因為第一名就有45個金磚 只要贏了第一次之後 你就會有些資源可以解決 所以當你遇上一些法惡夢的程度 你就可以用那些磚去換取一些 extra的步驟 還有那些 extra的步驟 會隨著你的fair的次數會增加 今天我們會想示範一下 可不可以用這個方法展示給大家看 或者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在不用付錢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過關了 那我用這個方法一段時間 都要儲越多這些金磚 那幾個足球資源都可以過到這個level 還有要保證贏到 保證贏到這裡的champions race 那現在我是排隊尾的 好了 那我要拿一頓 那就開始了 好 現在在這裡 那這裡我只有五個線 所以都是有限的次數 好 5842 那這個Hard Level 那其實我都會憑這個Credit Crush的提示 去判斷我用不需要那些金磚 好 好了 剩下一步了 好嗎 這次你不成功 你看 那這裡我們會考慮 究竟你需要不需要用金磚 但是留意這個號碼 其實隨著你fair的次數會增加 那這次如果你用10個金磚換5部 不值得了 還有你還要看看 我還只有18個磚 還沒打碎 那所以這個機會不高 所以這裡我一定要按靠差 結合的 好 再來第二次 這裡有兩顆這些磚 用這個 這個 增加那個磚掛在那邊 好了 第二次呢 都是fair 那這個fair呢 它會再引一引力 就是10個專門5部 都是 不值得 結合 好了 這次呢 又失敗了 那你發現呢 我fair第三次了 那我開始呢 在第三次的時候呢 就要加7個STEP 即12 但是我這裏 這次呢 這波玩得差點 還針32個磚都沒打碎 那所以呢 12對32 都是沒得比的 即 就算我換了12部 用10塊磚 都是不能夠 沒有什麼機會過得到吧 所以呢 再來一次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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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呢 可以換19部 但是 19-23 基本都是小 通常我們都會呢 就是 心得確認 一定過關 我才會用這些10塊磚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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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只剩下一個Live 現在 所以這次不用呢 就下一次就要等一段時間 好了 這次呢 還差33部 那麽 快磚滿日了 那麽 我都決定不換字 解決 繼續 嘗嘗 這麽 這麽 那麽 這麽 都算是難過的 那麽 好了 有些機會了 這個 好的 Kanning Bloodsher 準備放我過關 好了 只剩下兩部 還有7塊磚 還有這個呢 似乎下一次我用十塊磚應該會過六個磚 因為只剩下六個步驟 這個可以在適當位置使用 要用的 除非要花多點時間去玩 直到給你一盤漂亮的磚牌 你就會過到 但可以花時間 這個其實每程度上都幫你節省時間 有支援才可以幫你節省時間 但節省時間你贏了又會給你支援 你只要想辦法進入那個良性循環 這樣就可以 這裡我就會用它 因為無謂再花時間 反正我肯定有33個步驟一定過到的 對啦 過了33個 關鍵就是這裡了 其實只用了八個步驟 但這八個步驟也是關鍵 幫你過了一個心底 通常我都是判斷 即是它是心底 或者是夢想的 我就會用這些磚的其中一個 好 還要考慮 好 接下來 下關 剛才你過了三個步驟 或者是發惡夢的步驟 它有些獎勵給你 有些優惠給你 譬如給你一個Live給你 或者給你其他的資源給你 即是你用了這些金磚 其實都有回報的 除了過一關之後 所以其實它有其他的東西 讓你過下關更容易 好 影片我們暫時再回到這裡 好 希望給大家提示 拜拜